女明星的演技好不好 还得看哭戏 孙丽的哭戏让看的人跟着难过 在拍摄的时候 哭戏是最考验一个演员的演戏功底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娱乐圈中的那些女明星 在拍哭戏的时候 表现怎么样呢 先说一说杨幂吧 杨幂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表现 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我们都知道杨幂他是一个演技十里派 别看他长得漂亮 演戏更好 尤其是在速速在天宫被欺负的那一段 还有失去夜花的那一段 都是让人感觉十分的揪心 后来在扶摇中的表现 也是让我们感觉十分的惊喜 杨幂的哭戏一直都是非常出色的 让小编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甄嬛传中孙丽的哭戏了 比如说沈梅庄死的那一段 孙丽一直从沈梅庄的宫里走到自己的宫中 一路上扶着墙边哭边走 小编当时真的被那一段感动了 不自觉的也跟着孙丽一起哭了起来 完全被带入到了这部电视剧中 孙丽的演技在娱乐圈中是数一数二的了 所以他才能拍出那么多好看的电视剧 迪丽热巴的演技也是非常好的 记得当时迪丽热巴在拍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些哭泣 而他对眼泪的驾驭也是非常的自如 小编觉得迪丽热巴在磨练上几年 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棒的一线演员的 郑爽也是一个演技十里派 他从18岁开始演戏 一直到现在 在娱乐圈里经历了很多的疯疯于 拍了不少的电视剧 所以在拍摄电视剧的时候 哭戏也是信手拈来 尤其是当时在拍下制位置的时候 他和白静廷的那一场告别 戏真的惹红了很多网友的眼睛吗 再一个就是刘若英了 别看刘若英是个歌手 但是他演起戏来确实一点都不含糊 在一部电影中 他把自己的委屈全都放到了眼泪里 让观众看得心中一咎一咎的 张子怡现在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女演员 甚至她的名声都传到了国外 当时张子怡出演一代宗师的时候 真的让人感觉十分惊艳 而且她的眼泪仿佛就是千言万语化成的 十几年的感情都融入到一句话和异地类中 让我们不得不佩服 估计最长的一个估计就是杨颖了吧 杨颖在拍摄云中歌的时候 哭泣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甚至嘴角还微微上扬 观众看得一脸黑线 图片来源于网络 字幕志愿者 杨颖在拍摄云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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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